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晚同埃及总统赛西通电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晚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 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这三四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至少9个国家元首通电话以及智慧民电 新华社星期三宣布习近平将会参加星期四召开的20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 讨论怎样应对冠状病毒大流行 峰会会议网络视像会议的形式举行 除了成员国领袖之外 受疫情影响的国家 例如西班牙、约旦、新加坡和瑞士等国家领袖 也都将会参与会议 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世卫和世贸也都会参加 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 我国疫情防控取得了显著成效 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习主席出席特别峰会 体现了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共同抗击疫情的坚定决心 体现了中国大力推动 开展抗击疫情国际合作的大国担当 也体现了中国支持G20加强协调合作 稳定世界经济的积极态度 自从海外爆发疫情以来 中方也都向伊赖赫、厄瓜多尔、菲律宾等地 捐赠防疫物资 有学者认为 中方希望透过提供援助和私下沟通 改变中国在疫情初期的负面印象 并且为峰会作准备 中国会很乐于利用这次G20分会 来推销中国的治理模式 抗疫模式 以此来矫正中国在过去三个月 所经受的巨大的国际压力和指责 特别是关于疫情起源和初期的瞒报 以及在抗疫过程当中所采取的极端手段 这种所引来的国际的指责、怀疑、压力等等等等 学者认为一般来说要达成具体的协议 都需要好像部长级会议等等的一连串协调 预计这场领导人视像峰会 国际间合作抗疫的象征意义会较大 有线电视记者黄卫瑜北京报道